下半场的比赛由我们俩为大家带来解说 那么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 依旧是北京卫博的 他们将会交出的是HKA 这支来自中国港澳台GCS赛区的HKA呢 将会迎来他们在本届KIC的收官之战 在今天的比赛 他们依旧没有能够迎来自己的首个积分 那么看看在北京卫博身上 能不能打出他们在这一届KIC最好的状态 因为毕竟北京卫博如今势头正胜啊 积分排在了C组第一 而HKA这支队伍的话 其实他们在赛程的前半段发挥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发现他们在后半段 尤其是在今天的时候 他们打出了一些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他们的一套首约的阵容 对 而且他们在上野的频繁选择 像秀的飞泪啊 一直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操作和发挥 包括今天他第一场比赛 也是使用飞泪打出很好的效果的 那么不知道他在这一场比赛里面 会不会依旧是选择这样的上路 和打野位置双坦的阵容来 如果能够打出来的话 如果选出来的话 可能会在前期给到微博一些野球上的压力 对 我觉得其实不用去顾及太多 起初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比较想打分 会想的比较多 会选择那些和大家都比较贴近的一些阵容 就主流的一些阵容 但是往往打到后面之后 大家会开始采取一些 本身自己在赛区里面打的比较多的阵容 好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北京微博和HKA的这场精彩的对决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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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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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史莱姆斯 然后有提力 有劲 看他自己挑哪一个了 是的 在之前的四个BUR的比赛当中 北京微博其实在4加1的1上 KIC的新英雄 基本上每一场比赛都会至少有一局选到射手 比如之前的卡芬妮 史莱姆斯 但是今天直接两局比赛全部都是给乔西 这是第三局比赛 依旧是给乔西 卡芬妮 提力 史莱姆斯 三局比赛 一局一个 KIC的三个新射手全部选出来过了 那么第三个版维是弗洛伦 还是针对的是秀HK上路的选手 HK这里的话是给中卫选手拿了一个一格 这把是没有使用到莉莉安的 我记得她莉莉安玩的是非常不错 然后选了一个夏侯敦的摇摆位 对 也把自己夏侯敦和菲雷的那套上野给拆掉了 在今天的前两场比赛的第一局比赛 他们都是使用的菲雷和夏侯敦 北京微博的话 他在打到史莱姆斯的时候 他会考虑让有走位的新语选手 使用到蔡文基和明世尹 后面HK可以在后两个班位上考虑 把这个两个英雄放上去 因为微博前两手先出了中上的英雄 狂铁和不知火舞 两个前期对抗强度很厉害的英雄 对的 而HK的话是依旧选的百里手约 选百里手约的话 北京微博估计就会把这个莫子给搬了 HK依旧是拿出了自信手约 今天他们打南京凯尔酒精的时候 也是用的手约 他们在第一轮的循环当中 交手北京微博的第二局 也是使用的百里手约 当时他们还使用了弗洛伦和联波辅助 想尝试出棋之胜 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在我们KIC的赛场上 亮出他们发育路的百里手约 但那次没有赢 看后续的班位先搬掉了暖洋凌横的凯 这次针对了你一下 你的一个站边加上坦野的组合 对 接下来看看 再搬掉了一个明世影 那放了一个蔡文基出来 而微博则是搬掉了一手莫子 自搬蔡文基 那现在他在游走位置还有张飞 张飞对 这是什么后翼 后翼加首约吗 不合适吧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格了 你首约也不是很好去摇了 确实 换成了太乙真人 如果这么选的话 微博他的一个游走可能就是张飞了 那现在HKA的选手们都已经卸下了包袱 在前面有着晋级压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打的还是比较严肃的 现在也是渐渐的可以开始和镜头对着的粉丝开始互动了 太乙 现在看林衡选什么英雄啊 因为在坦克野上已经所剩不多了 坦野上面的话要不然就是把孙策给出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像他们上一局一样拿个菊油精 然后在游走位上再放一个张飞 这样的话即便是自己家打野位置不是一个坦克前排野 也有视野能力 是的 出张飞了出菊油精了 有张飞保证一个前排的视野 然后活武和菊油精一个卡核刀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整刀这种前期的对抗在上半图还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莱姆斯这个点会稍微偏弱一点 没错 那么HKA的最后一手对抗路要亮牌了 究竟是什么 在面对到狂铁的过程当中 现在在对抗路的英雄上 因为没有了吉祥满 似乎没有什么好的英雄 能够在前期跟狂铁打出对面优势 除非他把这个夏侯敦摇到别的路去 也就只有这种方法 才能保证自己对抗路有强度了 他身下的不管是像刚才有亮过的亚连也好 还是马超也好 还是最终选择了夏罗特 在前期的时候都是对了狂铁处于劣势线的 是的 那么最后还是把夏侯敦放在了打野的位置 给到了Beduck 然后让秀这名在本届KSE 整体阵容当中表现非常优异的 对抗路选手选择到了站边 而且他在这局比赛拿到了夏侯之后 并没有考虑带弱化 带的是闪现 那就是考虑到我团战的时候 是如何要去切掉史莱姆斯 而不是考虑到我要通过线上的对抗 去跟你狂铁分出个上下 这把主要是以切C为主的 不是打一个打团的时候 我要在中段进场去干扰你输出的 是的 所以这一局 看看HK他们在线上拿到这么多强势英雄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把效果给打出来 一方面是下路的白里守约 对阵到史莱姆斯 基本上只要你二级能够准 你是不会对线列的 即便是对面有张飞的情况下 是的 中路又是一个一格去抢不住活物的献权 前期也有足够强大的献权能力 而且在野区的对抗上 即便是北京微博有着菊肉精 上半区的强度是高 但是这手下核顿和一格直接把整体强度拉高了 HKA的下半区还是像瓶子所言的会非常的强一点 就上半区可能会弱一点 这可能会成为北京微博在前期需要去突破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的下半区的战斗力确实不太行 得等一等 等一下史莱姆斯的一个发育情况 在这场比赛上HKA的首发中单依旧是保持了让轩谣上场 并没有上名啊 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打impunity的时候 在中路的位置上的是他们的中路名选手 而在打Hero和打这场北京微博的时候上的都是轩谣 我们教练已经做完了PP 那么这场比赛是HKA的在本届KIC的收官之战了 首先我们要期待的是 他究竟能否在这场比赛打出自己在KIC最好的表现 还有就是他能不能给到来自KPL赛区的北京微博 一些更强的冲击 在无压力的比赛下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展现出GCS赛区的冠军底蕴 而北京微博如今他们要做的就是稳住这一场BOR 稳定拿下2比0拿到3分之后 去和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南京KIC究竟争夺小组投名 那么在这场比赛对于微博来说是能少暴露一点 就少暴露一点 来吧进入双方BOR的第一局的比赛 蓝色方是北京微博 红色方是HKA 我是瓶子 我是王超 看一下开局的分线 HKA在这场比赛拿到了伊格和白里守约之后 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更多的倾斜到下半图 对的 看他们这个开局好像是想王 中路来消耗一下 看守约这一枪能不能打中 没中 还要再逗留一下 那他这样的话 可能会让史莱姆斯在下路拿现拳了呀 而另外一边的 凌横的菊友金是已经悄悄的溜进了HKA的红BUFF野区 是的 因为白大哥也来了 对 也来要进行过互换 时间上面是来得及 但是星云这边是有一手惩的 是的 看能不能拼过 哦 抢回来了 这就是张飞啊 他一技能拐一下给个空 然后再交个惩 接下来要配合流人了 菊友金和狂铁是已经包下来了 是的 不准备我用自己的全技能 但是这波菊友金二技能没中 可是狂铁过来之后还有一手控制 最终是让星云拿到了一血 对 感觉这个蓝区也能再进一下 可以先反小野 然后等自己一个惩计的刷新 懂了 野和张飞啊 不仅拿到了一红 还主动进野区 还拿一血 这波打下来之后 这一枪连续两枪的命中 让林恒没状态了 但是星云的张飞 又把这个蓝BUFF给拿下了 同蓝BUFF了 张飞再刷一组野怪 估计到四级了 林恒才三级 这把游走前期的开局 太顺了呀 感觉这把张飞到四的时间 会特别快 到底谁在辅助谁呀 乔西一看都蝉哭了 这张飞身上怎么有个红蓝BUFF 暂时还看不出来 甚至说星云目前为止的一个经济 还要比林恒高一点 对 这一波是花卷 上去主动留人 用自己的被动尽量的去控制 把太极人留了下来 然后紧接着追过来的子墨 敲了一锤子 再拿一个持甲 张飞到四级的速度会很快啊 可能两分半钟之前就能到四了 这一波中线 蹭一下 然后紧接着带着不住火舞 四级的不住火舞到下路就是一波节奏了 甚至说 我觉得这波如果打得凶一点的话 看看能不能围绕狂铁 再去进攻一下HK的红MUFF 还是说要等着一会儿HK蓝区刷新的时候 再打那一波蓝区的团战 上路是没有管的 那直接要去掌控蓝区的一个视野了 对 他这波蓝区如果打的话 张飞有四级 太乙没四级了 对的 小野是已经反掉一组了 还想再反一组小野 你拘我一枪我给你一标 互相打的消耗 张飞此时是已经到达了四级 还有8秒钟HK的蓝BUFF就要刷新了 这里建议新宇出个打野刀啊 提一下 要不然不浪费层数嘛 出个打野刀 然后层数也能叠一叠 这局比赛 新宇的这个张飞应该十分钟不止六层打野刀吧 确实了 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有五层了 不过这个蓝区不好进了 因为HK也做好了斜防 没办法 因为你在面对到张飞的时候 你前期那个红BUFF 如果不是个张飞辅助 这个其他的带程的辅助 可能你也就把它抢到了 但是张飞这个英雄他就是比较坏的一点 他给一技能给个扣你放不了技能放不了逞了 他给扣你一下 然后我连带着交个逞可以一技能的伤害 加个成绩的伤害差不多有18900的伤害 对 这一波 乔西是交了一个闪现这波下过蹲 交大招过去之后没有能够空到他 距离有点短摸不着了 往回退一下 但这波是给到微博挺大压力的 直接把下路双人组这边一些技能给逼掉了 逼了个史莱姆斯的闪现和张飞的大招 这一波HA是下路抱了四个人 回中的时候中路这波线是肯定清不到了 落后一波清线 那接下来看花卷的动向是往上靠 秀这一波下路退是没有闪现的 上波才被逼出来 是的 来秀这波轻线轻的非常的谨慎 直接是缩在后面了 对有杀气啊 这波不住后五是直接往上靠的 也没给假视野 看凌恒这个橘友金过来 没有抢到 没有能够拼过 是的 白大哥的下路盾拿到了 太阵人这个位置没办法走 之中被凌恒的两段一给收下 在旁边乔西开启大招 打断了雪包的恢复效果 那火舞要经常越他了 可以一个大闪把他收掉 先逼了个白礼手的闪现 凌恒在后面堵着他 三包一啊没办法 下塔好像能够顺势推下 一格并没有往下去防守这个下塔的想法 因为有个橘友金在野区卡着他 对 其实HKA在下路的那波四包二 如果要起节奏的话 就是一个很大的节奏 对的 因为他那波四包二如果拿下来 那说不定这个一塔也有了 龙也有了 结果没成功 被张飞的一个大招给破坏了 对 那魏博一直在野区的边缘试探 因为中轴啊没有限权 所以这波野区也不是很赶劲 一闪上去配合狙击一波秒掉 那太阶人回头给了个二技能 接一个炸 换掉了不知火舞 一换一 花卷这波状态本身就不是很好 但是估计想着是凌恒这波能跟 所以能秒掉他 对因为知道一格没有闪现 就想趁着这波把一格给击杀掉了 但没想到后面还有个太阶人跟过来了 对 但这么打的话 乔西这局比赛的发育就有点阻止不了了 很舒服啊 因为队友这边一直在跟对手进行一个对抗 来了 这波直接是个包塔 太阶过来 保一下 长肥绕后 是的 太阶这波没办法呀 保不住 两个人都是残的 跟上了一标 收下了夏沃特 但太阶人残血跑了 太阶有闪走了 才想继续再卡一手 卡你回中的路线 再反一组小野怪 接下来这个中线权 又会是北京微博的 张飞加狂铁双盾 加上菊油精自带回复 守约居到人 似乎效果也不是很好 不住口一根踢到了一格 然后这一波守约一枪 没有打到不住口五 打到了狂铁的身上 上路的乔西 吹掉了一塔 马上HKA的红buff就要刷新了 一技能探草 二技能躲空 回头再打两枪消耗 这波消耗很不错 把太阶复活给打出来了 是的 再回头给一标 再来一毛 再跳开 这真的没错 还要继续点吗 这一下普攻没出暴击 给一标 没中 那把这个红buff给收走 史莱姆斯打成了首约的效果 他现在身上已经有一个 引人加无尽了 伤害已经非常可观了 上去再跳上二技能贴脸之后 用普攻收下的夏尔特 这下子我感觉已经没人能阻止 这个5000经济的史莱姆斯了 这史莱姆斯还没有出逐日呢 他的输出环境就已经这么好了 一枪中 但是打到了盾上 再来一枪没打中 但吃了一雷 但开击大招 上去就打前排 这波太极人是没有复活的 再吼一下 吼到了首约之后 再接上乔姆斯的伤害 西语就帮忙扛了塔 近乎于完美的配合 二塔顺势拔掉上路的兵线 也已经过来了 毕竟高地塔 这波高地怎么守 这史莱姆斯的输出实在是太高了 是的 先把塔拔了 再给一标 把人劝走 再转中 想要推中路的高地 状态还可以 这波是可以压一下中的 这波要抢手啊 不手不行了 不能这么白给啊 究竟上去打一套 发现伤害不够 往回退了 下路还要波线的 其实微博可以做一下下二塔 然后紧接着可以动龙了 看一下乔西目前为止的一个数据 4-0-4的战损比 对位经济差 已经有了2728块钱的经济优势 没错 这局比赛 这个史莱姆斯从抗压打成了主动啊 变成了首约抗压了 太顺了 现在 境外赛区的队伍 在打KPL赛区队伍的时候啊 他们就是前期的那一波实压 如果那一波实压有效果 那就好 如果没效果的话 就会被KPL队伍再反打回来 而且会崩得特别快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在 多打少的过程当中 没有出节奏 另外一条路或者另外半局 就会丢资源了 这个蓝BUFF也能反掉 下路这个兵线 卡在塔外 没人敢出来 出来就要吃毛 现在首约的枪也只能打到前排的身上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套阵容里面有双盾英雄可以扛 黄铁给个大招捡个速 先把太乙打残送回家 中路兵线已经到位了 守约这两枪是把活武状态给打掉了 这两枪都打到双C身上啊 黄铁上去给个大招 先把守约给逼走 守约回到了自己的水军下方来驾驱 但是下路的高地实在是没人发手了 下路都出来了 冲了出去 但自己要扛不住了 太乙给个复活 救一下太乙自己的复活先被打出来 下路都赶紧回到塔下 但最终还是被跟上了一个普攻 这种乔西拿到了双杀 把野斧都给带走 这时候我觉得等个兵线 北京微博差不多可以一波压上去 直接终结比赛了 还剩下一座中路高地了 对 三路兵线齐进 HK已经没有前排了 前排已经全部倒了 中路高地拔完 三线一起到 满的量的火武 先把两个人压进去 让自己的射手先把加点了 结束比赛让我们恭喜 北京微博 这局比赛真的乔西 就那一波四抓二 感受到了压力 随后全程优势 就是从他那次被打回家 补完状态以后出来 就不一样了 对 太稳了 这局比赛在下路两个人 面对到四个人的压制的情况之下 没有出任何的披露 然后紧接着把局势捏在手中 让这个史莱姆斯从下路一路打到上路 然后从上路再打到中路 就从头打到尾 就看到乔西所到之处 HA的防御塔顿草不生了 对的 而这把HKA它的开局上面是选择打一个主动进攻 只可惜被星宇的张飞给化解了 看到HKA的主教练 直接走上了台和选手们在沟通着 这场比赛确实很可惜啊 在选到了伊格和白利首约的情况下 而且自己家打野是下猴顿 上路可以直接让下路车挂单 不断的给下路施压是有机会的 但是夜局方面封了 是的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平正希 对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吧 吉若西也提到了 就当白里首约这个英雄 你选出来的时候 是需要一个时间poke消耗的 是的 但是如果我不给你这个时间消耗呢 对 因为就是北京微博这边前期已经进野区了 然后就没有一个对线期 对 对于首约来说 是的 然后首约没有对线期 就会发现很刚安 他到后面逆风的时候消耗的时候不疼的 对 手高地的时候继续下张飞 张飞就跟老杨阳一样 而且张飞狂点双盾在顶在前面前排 其实首约是比较难受的 包括伊格吧 因为其实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卡赛队 我喜欢拿到伊格加首约这套体系阵容 是的 这套阵容在我们KPRO赛局是一个纯消耗的体系 但是为什么大家慢慢玩这套组合的阵容越来越少了 就是因为其实很少有时候给到你时间消耗 比如说你首约好打有些兑现的英雄的时候 大多数会把射手不跟你兑现都有可能 然后等我发育好了 我再过来给你首约兑现的时候 那首约是我已经打不过了 对 加上北京微博这边又是一个比较偏前期的阵路 对 一直进野区 就进加矿铁 对 然后张飞一个人守野区还把红木up守住了 是吧 张飞一个人把红木守住了之后 我在进你野区 下户前期日子过得不要太惨 所以有的时候就大家会发现 就当一格和首约就确实在这段时间 就这几天比赛大家都经常能看到 对 但是它效果其实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没有兑现期 就算我有了兑现期 我也会尽可能避开 我说不可 我不跟你打 我不跟你打这不存在兑现的这个可的 对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阵容的时候 你们看对面的阵容一定会出的前期很强 是 就进野区因为一格跟首约两个人 你要消耗的对吧 我不跟你时间消耗 我这进野区你也很难受 其实因为一格加首约招套阵容的话 它是一个偏消耗的阵容 偏压制的阵容 对 而且北京微博这边选了个张飞 就是可以套盾打那个消耗 对 你看这个阵容 北京微博这种就典型的上半途去起节奏 下半途去发育 保证史莱姆斯的一个后期输出能力 史莱姆斯前期是 有一波很难受 对吧 难受吗 我觉得不难受吗 被打残了回家了 我觉得就已经很难受了 但是后面的画面我觉得很美好 就相对于后面的画面来说 你说那波是不是就很难受了 是 对吧 因为那波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难受过了 就史莱姆斯这个英雄 你真的不能让他前充器拿到一定的 就是拿到一任何一丝丝的优势 因为本身呢 对于像之前的逻辑来说 我们会看到什么 像卡芬尼搭明星 他们打动前充器的平推 他们的那个战斗力是一个 相对平稳上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对于史莱姆斯来说不是 他是质变的 他在装备成型之后是质变 对 像昨天比赛上有一把史莱姆斯 他就是那种 我可能不会放他 不会说我就一定要吃这线 然后可能会掉点这种情况 而其实我觉得史莱姆斯政兴 最重要的就是 保住自己的命前期 对把经济刷下来 对塔该要给你了 我不要了 我去试别路线 只要我能保证到 我安全发育到成型 那这就是维吾所同志的战场 我觉得反正今天这个HKA 就是放松的去打 我觉得后面再考虑一下 就前中期我觉得做事情的时候 把事做得更严谨 对 要注意点细节 对 因为前期其实被 西宇那个张飞逞回来 那个红比较少 特别少 对 MVP乔西 史莱姆斯 太舒服了这把 就那小难受了一波之后 后面基本上统治了战局 而且刚刚说到刚刚的话题 HKA他是想放松 想放肆一点 但是你想想他那个英雄被搬的 他今天连续被搬了 我把弗洛伦 那就没办法嘛 对吧 就是有的时候就 就那暖阳的劲不也一样吗 对 是吧 但是秀之名选手的话 其实一开始他应该是 他训练赛跟大家去得到的消息 是他这个人的弗洛伦很猛 应该弗洛伦比较厉害 对 虽然在比赛上弗洛伦的发挥 其实一直不是特别亮眼 但是其实还是那种 你拿到这个英雄 我可能有不稳定性 我在今天其实大家都是想去争一个 同名的嘛 对 因为今天C组的小组第一跟小组第二 对 绝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都不想放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可能在那眼里秀的弗洛伦 就是一个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就不可能放一边秀起来了 对 万一秀起来就很麻烦了 对 就可以还是搬了 对 我觉得搬了是最好的 最直接的一个点嘛 然后其实今天北京微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已经两码橘子了 对吧 就暖洋就上一局也是 对 我觉得其实菊油精这个英雄 确实在目前这个版本当中 如果打野T级 出现了一些上伏和下调 如果他就 我觉得微博也不断地在找寻说 我们现在应该用怎样的一套 野区的野河的一个阵容去打 因为大家会发现 其实暖洋的整体的菊油精 他不算说是一个纯的一个蓝领野 或者说是纯的一个节奏野 他整体的爆发伤害和经济 都是还不错 对 其实北京微博 今天的一个风格的话 就比较偏前中期 是 对 一直在打前期 其实也有可能在放烟雾弹 因为他们这会场 要对战到南京后久近 对吧 现在我先给你打个前期 让你之后觉得 我可能今天也要打你们时候 打前期 突然转变下思路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像成都市场会 打成绩狼队的时候 那烟雾弹不就埋了一天吗 其实大家都在埋 对吧 对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做 为后面的整体的BO7 做更多的一些准备 对吧 起码就是我觉得在整体 英雄池上面 不要让自己太难受 那我们也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聊 可能在游走位上 这个英雄的英雄池的选择 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 在BO7 对 所以说各种奇怪的英雄 都可以放到游走那里 特别是你现在的 烧了刘雅点 对 不同的队伍打出来 确实 不同的效果 主轴会有不同的效果 因为从思路的角度来说 你是为了限制对方打野野核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发育 从而把自己的整体的经济 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就在BP上会好做一点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 那个套战绒最核心的一个点了 投降未来奠定起点 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 爱库12 伯望初心 12强悍 全面进化 再造优雅 青阳喜护界的王者品牌 振战峡谷 敬爽耀眼 无险可击 无谓向前 青阳陪你站上 世界之间 那其实对HKA来讲 我还是那句话 放松 我觉得就是放平心态 然后展现出 就是各自训练赛当中 最好的那个效果 尽可能展示出来 我觉得这是今天的最大目标 好了 比赛马上开始 稍休息